但是另一方面,同时看到内地的疫情进一步就严峻了 继上海封城之后,其实现在广州都会有一些限制居民外出的措施 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你预示港股今个星期又会是什么水平上落 都是维持一个上落,或者整个第二季我自己看都是以一个上落格局为主 我真的不希望第二季突然间会有些大升事,复复式反弹,要完全收复了湿地 它越升得多,我就越害怕,因为没有条件升那么多的情况下 这样夹上去意味着什么,风险就自然会越大 但是相反地,我认同的,如果在这一刻内地的疫情是一个最尴尬的事件 为什么说尴尬呢?不是因为只是确诊数字有个明显上升的状况 如果对比起内地14亿人口上,现阶段的确诊数字上面 其实又不是什么来的,封原城,以过往的经验上面 内地封城上面,管制人流的措施上面是很强劲的 所以你说封原城之后,那些东西就会没事的了 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以往过去一两年 为不同地方爆发疫情,我们接到的example 譬如这一刻欧美上面,那些确诊数字还是很厉害的 但是问题是人家的经济活动就已经恢复到七七八八了 可以去回旅行等等 但是问题就是内地方面,这一刻的状况 我会用香港的example来对比 有点像不同的省份上面,好像香港半年前左右 跳舞群组那些时间发生的状况 当时跳舞群组大家都很害怕的,数字上升得很厉害 但是那时候有很强劲的社交措施出来,控制到就没事 但问题就是当你的经济活动开始,你不可以长期封城 你不可以长期与世隔绝的 如果你要令到一些供应面问题回善的时候 你始终要面对病毒,你面对着疫情 而内地的时候,如果一旦开封的时候 我们最怕就是爆发一波真的疫情上面 到时候更加难搞,但是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一定要判定输数,一定会爆得很厉害 最后会爆得很厉害,又不可以这么说 因为你看到今年年头以来 很多关于新冠病毒的口服药,不同的药物上面 开始出来帮到手,始终你越迟爆 面对着药物的帮助性,带来杀伤力 按道理是应该会减硬 所以我觉得只能够用尴尬来形容 疫情上面,不要看得太悲观 但是暂时来说,这个也是因素 限制着整体股市表现 相反地,刚刚我讲了一些东西 其实CPI今天固然是重要的 未来内地即将就会公布 进行一些MLF操作上面 市场在估计,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市场在估计MLF利率上面 是会降落去,意味着什么 市场就会估计4月20日公布出来的 LPR数据上面,有机会降落去 但是如果你看这些市场上面 又是讲一些调期合约 即是类似的类似市场在显示的东西 市场估的LPR是不会再跌落去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也要关注的一件事 除了CPI数据之外 这些MLF的中期便利操作上面 是否代表内地的利率可以再进一步下降 这些也会是一个指标 因为现在市场预会下去了 而最终的结果就好像市场 那些调期合约的筹资者上面 预示最后是不会跌下去的情况下 市况又可能有机会做个调整 但是我相信就是1%至2%左右的调整幅度 暂时来说也应该不至于 所以暂时我们常常都强调 今年2022年的第二季 我觉得是一个收集期 在反复上落市的时候 可以不断地分阶段去收集 不一定说要有个漂亮的价位 但是起码随着时间过去 你留意之前讲了所有的东西 你只要时间越攤得长 没有发生什么重大负面因素上面 风险就自然会越来越小的 这个包括疫情通胀等等的问题在 所以我想暂时来讲 市况上面指数有机会回事20天线 但是同样地 只是可能20天线至22,200这些区间上落